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二月九日 红金堡长子洪天明 被媒体拍到在九日晚间约朋友与酒吧买醉作乐 陪同的有不少美女 聚会过后 已混得洪天明与一名身材曼妙的帽子美女 上了同一辆轿车 随后前往饭店开房过夜 在这过程中 两人食而手牵着手 态度亲密 红天明身为红金堡长子 一向桃花 运旺盛 与如今是香港富豪李兆基 二儿子李嘉诚的妻子徐子齐 港姐梁玉玲都有过一段恋爱关系 2012年红天明与港姐亚军周家卫结婚 两人恋爱三年半后修成正果 至今已有两个孩子 分享 在相关日读报贺子明百万片酬全交和解 两人离婚原因是南方事业不顺 来源 网易娱乐和解与贺子明 离婚纠纷闹得沸沸扬扬 而日前又有媒体报道称 他们从知情人方面了解到 和解与贺子明在2016年上半年婚姻状况 就已经亮红灯 知情人猜测可能是贺子明事业的原因 因为过去和解觉得贺子明是个潜力股 但两年过去 何子明的演艺事业没有起色 另外知情人还透露 何子明早在2014年两人生下第一个孩子后 就将所得片酬禁锁给和解保管 但爆料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确认 也没有相关证据出现 该知情人向媒体爆料 称和解与贺子明早在去年婚姻 就出现了状况 而且多半是因为贺子明事业不顺 早在2014年两人生下第一个孩子时 贺子明拍戏片酬 就最终会在和解手中 剧组打款到贺子明工作室 工作室在直接转款和解账户 这位知情人称贺子明当时一部戏片酬 就能达到200到300万 且其中不乏能一号的角色 但因片酬从不经手 所以经常只有几千块的零花钱 另外这位知情人仿佛知道很多事 连2015年宝妹出生之前两人买房权过程都知道 和解表示想在美国买套别墅 并要求贺子明放 弃这套房子的所有权 之后两人便签署协议 这套房子就完全归属到和解名下 当然爆料还没有更多实锤佐证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 请他们要撕台下撕 分享 在相关阅读邓超拍刘诗士的眼泪 微博晒照片 还爱特吴奇隆 对不起来源 国际在线12月12日 邓超在社交平台晒出照片 并配文写到刘诗士的眼泪 这个答案真的是相当高能 逗趣的邓超 还给了这滴来自刘诗士的眼泪 一个大大的特解 涂媒刘诗士的眼泪特解 如此大的一颗眼泪 也是让人心疼刘诗士 发生了什么才会如是伤心 落泪如斯 而后 一直坚持搞怪风格的邓超 更是连发多评论补充道 对不起 刘诗士 眼泪好无不偶 尤其更加搞事 清的是 一边晒刘诗士的眼泪 另一边邓超竟然还爱特了吴奇隆 其实从邓超分享的状态中 我们不难看出来这滴眼泪 应该是出自他和刘诗士合作的 新剧心理最诚实之光 由邓超 阮京天 刘诗士 文奇等主演 讲述了神探房屋 抓捕高智商变态杀人犯的故事 分享 在相关日读 报贺子明百万片酬 全交和解 两人离婚原因是南方事业不顺 来源 网易娱乐和解与贺子明 离关纠纷闹得沸沸扬扬 而日前又有媒体报道称 他们从知情人方面了解到 和解与贺子明在2016年上半年婚姻状况 就已经亮红灯 知情人猜测可能是贺子明事业的原因 因为过去和解觉得贺子明是个潜力股 但两年过去 贺子明的演绎事业没有起色 另外知情人还透露 贺子明早在2014年两人生下第一个孩子后 就将所得片酬禁售给和解保管 但爆料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确认 也没有相关证据出现 该知情人向媒体爆料 称和解与贺子明早在去年婚姻就出现了状况 而且多半是因为贺子明事业不顺 早在2014年两人生下第一个孩子时 贺子明拍戏片酬 就最终会在和解手中 剧组打款到贺子明工作室 工作室在直接转款和解账户 这位知情人称贺子明当时一部戏片酬 就能达到200到300万 且其中不乏男一号的角色 但因片酬从不经受 所以经常只有几千块的零花钱 另外这位知情人仿佛知道很多事 连2015年宝妹出生之前两人买房权过程都知道 和解表示想在美国买套别墅 并要求贺子明放 弃这套房子的所有权 之后两人便签署协议 这套房子就完全归属到和解名下 当然爆料还没有更多实锤佐证 所谓清关南短家务史 请他们要私台下私 分享 在相关阅读